我国属于缺水国家,节约用水提高水资源利用率,推进农业节水刻不容缓。 现在正值冬小麦的春冠期,为了让小麦更省水,河南洛阳的小麦育种专家们正在培育一种根系更发达的小麦新品种。 我们培育的抗寒节锐小麦新品种根系比较长,可达2到3米,另一方面根量也比较发达,是普通品种的2到3倍。 普通的小麦品种在生育期内要灌3到4次水,而抗旱节水小麦可以利用根系吸收深层的地下水,每个生育期内只需灌溉1到2次,就可以达到同样的高产水平。 2021年,河南有将近6千万亩水浇地小麦,如果全部推广这种节水小麦,一亩地一年少浇一次水,可以节水60立方,6千万亩地一年就可以节水36亿立方,这已经相当于一个小浪滴水库的蓄水量了。 雪坤 雪坤 雪坤